10月1日的结束 随着10月1日的结束 整个国庆长假的第一天结束了 随着新电影的上映 这一天电影市场的票房情况也是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 理查的姑妈虽然口碑不好 但是依然拿下了超过1.08亿的单日票房夺得了票房冠军 目前影片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2.15亿 不过电影无双的单日票房和理查的姑妈的单日票房差距 已经在逐渐缩小 接下来很有可能被逆袭反超 所以能否一直保持总票房冠军位置还很难说 紧随理查的姑妈之后的电影却变成了无双 在10月1日这天电影无双的单日票房达到了8800万 比起首次票房的5400多万来说 涨幅很是惊人 更重要的是单日票房 正式的从第三的位置上升到了第二 妥妥的压制住了张艺谋的新电影 另外从海边来看无双反而下降了 但是票房上涨了3000多万 上座率也是高达33% 比起其他的几部电影都要高出很多 所以接下来凭借着无双的口碑和上座率 可以预估电影拍片和票房都是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那个时候夺得单日票房冠军 也是大有可能 虽然无双影片票房的提升并且压制住影夺得单月票房第二 但是总体来说影并不是输家 毕竟在10月1日这一天影的单月票房也是上升到了8100多万 对比首次票房来说是一个稳步的提升 而且和电影李查的姑妈的票房差距也不大 同样有希望成为票房赢家 以往都说港片没落了 后来无间的上映再次让人看到了香港电影的锋芒 近几年也没有特别出色的香港电影 但是无双上映之后 却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了港片的厉害之处 影片当中不管是剧情 枪杂还有比真的驾潮制作 都是令人很是震撼 另外结局的反转更是让电影变得更加的精彩 周润巴和郭富城两大肩王在无双 当中都是贡献了非常精湛的表演 周润巴在影片当中是一个领导者 既有着赌神当中的帅气 在双手持枪大战的时候 又有着英雄本色人物当中的霸气潇洒 已经60多岁的发哥亲自出演打戏和枪战戏 也是让人很是佩服 无双影片到底如何这两天的票房 已经是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凭借着影片目前的口碑来看 毫无疑问就是这个国庆当中的票房黑马 甚至是票房冠军都完全很有可能 但是总的来说无双的质量 也是完全配得上目前的票房 好的电影就应该拿下更多的票房 这样才能不断的促进国产电影的不断发展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